兄弟们吃习了 我玩了10个赛季蛋白 第一次掉这么大的一把分 我去了 第100名直接抠了我55 我当时就差最后20分就封神了 你说我皮啥呀 我当时我就想着海岛吃把鸡不就封神了吗 度假到我打了一个小时都没加上分 我在圈面想进去 直接被一个满编队给卡住了 最后我强行换掉一个 还被他队友杀了 结果出来一看加分 辛辛苦苦的混到渠菜圈了 直接加了个零分 于是我就对海岛起了个歪心思 想着能不能上把大分直接封神得了 结果你们看我飞伞时候的轮盘 我操你给我整断出这一出 然后我瘫了 直接飞这只楼多安全呀 我就想着再荡一会儿 飘到小鸡工作站 结果我可真去你的 把优势奥特曼给我打鸟了 我真不是怪兽啊 哥 我这叫初号鸡黄色蚂蚱呀 当时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 这55给我掉的都比分手还难受啊 得了这回这套疼了 又来度假导狗分了 这开散以后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 不是怎么事啊 这不是马蜂窝同款套装吗 不过不要慌打这个防御就是有个小技巧 咱们拿出伤害比较高的M7就要直接开始穿门 看着美学们直接蹭到他一枪 这小子你说的傻那是真傻呀 还想钻一下我空子准备过点 结果直接被带走了 我一看他这只衣服就是有故事的人 所以咱们直接给扒了 看能不能混进他们的组织 这个地图的spot是真的很好玩 后座力小就算了配件还少 外面是什么声音啊 哇是你呀 D哥 无敌哥我来了 咱们趁着有复活时间 大胆的去山头站一下点心 这边听到车库在打架就想过去看看 结果就是终于遇到组织了 我去你的 你们仨在这干啥不可描述的事情啊 我瞬间就没有一点安全感了 我害怕他们七级败坏恼羞成怒了 又是分都不要叫干我的话 那我咋整个 所以说先找辆车 这时候直接来这个愣头行 第二个却还没刷呢就来狗分了 注意我的细节 咱们先把他门给打烂 因为我的包里面只有一颗雷 这颗雷肯定要炸他的 结果我这颗雷是抹了油吗 弹性那么好 没炸到但是给他吓出来了 这就是什么一个压迫感被迫给他带走 这老天有眼 直接给我刷了个圈中心 虽然咱们地里位置是很舒服 但是你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整整四只马蜂窝集结到我楼下了 我现在是不敢贸然开枪的 但是有个帮我分散注意力的信用地出现了 他们两个互相残杀起来直接都嘎了 其实我还是挺理解这些马蜂窝 他们真的就是因为菜上不去分 所以才要组队 尤其是我跟他们穿一样衣服的时候 他们直接被我麻痹了 我都可打成这样都不还手吗 脚下还有一只马蜂 拿G3都没打过喷着 咱们趁他混战的时候直接鬼跳过去 然后给他一个惊喜 你们注意看他的人物 直接被我吓得一抖了一下 好像都手忙脚乱了 现在的圈形给了我们一个圈边 我的前边左边右边都是有脚步的 感觉在这里当老六的话 只会成为别人带宰的羔羊 听到右边那个脚步越来越近 直接鬼跳过去 结果他原来是躲在树后的 那我就后悔了 我不去忙了 决赛圈的话死了就太得不偿失了 还记得我之前告诉你们的法则吗 与其提升自己都不如静静冷圈刷 他们已经直接开始互相残杀了 就是我不理解的一点是 脚下这两人打架 怎么跟闹着玩似的呢 你们注意听他的枪声啊 好像大概意思是反正也找不着我了 就跟他互相闹着玩先 最后忍不住了才杀起来 我作为这个搞偷袭的必须先丢两颗雷 他现在脚步还是在下面的 不知道我们位置 直接再玩一手鬼跳 我操这啥小子从来没撞过来就死了 最后直接被迫刺激了